后来人包则是要来关心 很多人为了帮孩子或者是长辈顾身体 陷入了补钙迷思 以为多喝大骨汤就能强健骨骼 但营养师提醒大家 汤熬得越久 淋到含量就会越高 反而影响健康 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正确补钙 达到长高或者是预防骨松的成效呢 带您一块来关心 希望小朋友高人一等 或者要帮老一辈对抗骨质疏松 许多民众以为多吃肉多喝大骨汤 就能轻松补钙 但营养师警告这全是迷思 就是说如果你熬越久的话 相对重金属的风险会越高 那过多的这个钠也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 所以如果你要喝大骨汤来补钙的话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十几碗大骨汤下肚 加起来的钙含量 才等于一杯牛奶 熬越久重金属越高 对身体产生负担 而多数国人平均摄取的钙质 几乎只有标准量的一半 像是早餐常见的搭配 面包三明治 加上豆浆或是美式咖啡 钙领比例都容易失衡 渐渐影响骨质 想要加强骨骼 预防骨松 三餐要怎么安排 营养师提供小配方 牛奶或者是说优酪乳 优格起司的部分 比如说像芥兰菜 或是绿花椰菜这些来做补足 甚至于豆类里面的 像我们的传统豆腐 或是像小鱼干 或是刚刚提到的黑芝麻 其实都有所谓的植物性的 这个钙的来源 其实可以做补充 努力存骨本 除了早晚各一杯牛奶 选对时间晒太阳 吸收维生素 也要注意钙美心的摄取 留意分量不要过度超标 因为多元平衡 才是健康网道 记者综合报道